秀林湘泰鲁队族一年一度的感恩祭活动 10月15号起即将在同门村登场 而秀林湘内的幼儿园小朋友们 正紧锣密鼓的练习 唱着传统的歌谣和木琴演奏的活动 希望在当天能够以最美好的表演 来感恩祭祖迎接泰鲁队族的盛事 在泰鲁队族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 乡内的幼儿园小朋友们 来传唱着泰鲁队族祖先传下来的歌谣 为了就算迎接即将登场的 泰鲁队族感恩祭奠活动 秀林湘公司文化及观光课表示 10月15号乡内所有的泰鲁队族的主人们 即将在同门村办理碎石祭活动 各村也会安排传统舞蹈和歌谣 来迎接最传统的祭祢 而这次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表演传统歌谣和木琴演奏等展演 今天我们请我们相立的小朋友 在这里做一个彩排练习 那最主要是为了10月15号 我们在同门村办理的感恩祭的活动 做一个活动的一个热身 那当天会呈现小朋友 就是唱我们传统的歌谣 以及联合各学校的小朋友 一起做一个百人木琴的演出 秀林湘公司文化 我们会表示 泰鲁队族感恩祭奠活动 对相立族人们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日子 以祖先在高山生活的传统祭祀 和生活情境来呈现 大家穿着传统服饰 让大家了解泰鲁队族的文化意涵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 部落的文化之美 记得联合祷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